特朗普坑采欧盟!马克龙高喊!我们不一样!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,法国、英国、德国三个国家第一时间表示遗憾。 在美国没有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前,德英法领导更是相继同特朗普进行对话,企图阻止美国退出伊核协议。 但美国压根没有把欧洲小伙伴看在眼中,也没有把欧洲北约军事集团的利益放在心中,对此应得法意见都很大。 而法国更是带头高喊,欧盟不是美国附庸国,要联合欧盟各国与美国对筑干。 5月11日,美联社报道称,法国财长布鲁诺·勒梅尔在欧洲广播一台接受采访时,向整个欧洲国家呼吁,欧洲不是,也不应该是美国的附属国。 尽管特朗普决定退出伊核协议,并对伊朗继续施加制裁,勒梅尔希望欧洲企业可以继续与伊朗展开贸易往来,并在伊核协议正义问题上与美国对筑干。 此前,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先后到访美国,劝说美国留在伊核协议之内。 英国有媒体人士表示,我们几乎是在跪求特朗普不要退出,然而他显然并没有考虑西方盟友们的感受。 显然英法德对特朗普一意孤行退出伊核协议非常不满,甚至非常愤怒要与美国对筑干,这绝非空话。 其实在中东欧盟有助相当大的石油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,美国屡屡破坏中东和平环境,无疑是对英法德利益巨大的破坏。 一是英法德在中东的石油投资并不少,仅德国在伊朗的投资就达到几百亿欧元。 二是欧洲的石油和能源严重依赖中东和俄罗斯,美国在中东不断挑逝,已经导致油价猛涨,石油进口受到影响。 三是自从叙利亚战争以来,仅偷渡到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就多达上百万,已经给欧洲各国带来沉重负担,一旦与伊朗发生战争,欧洲将更加苦不堪言。 因此对于美国撕一和协议,并有可能引发中东更加混乱,德英法及欧盟各国思想高度统一,一起反对美国。 欧盟不断推进一体化,企图在军事、外交和经济上打造共同体,目的无疑是抵消美国的影响。 美国撕一和协议显然是拿伊朗发展核武当幌子,更多的是美国在控制石油资源,甚至在利用中东动乱给欧盟挖坑。 一是美国撕一和协议只能引发伊朗发展核武,甚至导致世界范围内爆发和危机,动乱的世界无疑给美国插手各国事务提供了理由和忌口,甚至可以大卖军火。 二是美国夜沿油丰富自己的石油资源非常充足,在中东叙利亚、伊朗、巴以冲突上不断添油加火,已经将油价提起,这对欧盟这种石油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发展绝非好事,而一旦战争开启能源的短缺,可能导致欧盟各国发展停止,甚至倒退。 三是美国将中东搞乱,大量的难民不断产生,欧洲无疑首当其冲,试想一下几百万,上千万的难民一旦全部涌入欧洲,情况可想而知。 如果进一步分析,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在中东不断挑起事端制造冲突,绝不仅仅是给欧盟挖坑,甚至世界各国都将受到影响。 因为伊核协议丝一旦引发核危机,可能导致中东陷入战争的泥潭,美国不仅可以大卖军火,积极还可以对潜在的对手进行打击。 最重要的是美国搅乱中东将直接掐断了石油能源供应命脉,无疑会将欧盟、印度、日本等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的发展打入冷宫,就是中国也将受到影响。 显然特朗普带领美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,而棋子无疑是世界各国。 俗话说,若要人不知,除非解莫为。 美国的握挫想法显恶用心绝不会得逞,因为世界各国绝不是傻子。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为就已经说明,美国的战略意图已经被俄罗斯发现。 而德英法三国急声抵制美国,要在伊核问题上与美国对筑肝,无疑已经识破美国阴谋诡计。 所以美国想制造动乱控制中东,各国绝不会答应。 据悉,德英法非常愤怒已经抛开美国与中俄进行沟通,企图保住伊核协议并维护中东稳定,这无疑是对美国最好的回击。